第141集 妙华静坏了 凤九看住眼前的一众人 画了一个隔音的结界 抱住帝君一顿耳语 小燕看见帝君的脸上笑容灿烂 把脸贴近了结界也没听到啥 不过结界打开时 帝君很开心地拉了凤九的手 回去看妙华静 小燕一看有热闹 很想跟出去 看了眼帝君对话楼大声道 我出去晚两日就回来 话楼不语 小燕见了又返回去低声求道 就完一日 行不行 话楼同意了 他又大声喊 夫人不用什么事都听我的 自己决定吧 连宋几个身长了耳朵偷听 忍不住地笑 妙华静前 帝君等凤九轻了又轻 哄了又哄 才引出一方水墓 不过才看了鸡尸 凤九便看不下去了 美宜是投生的宋玄人 她的记忆里总有一个女子的影子 为了这个女子都未曾娶妻 到了第一是离去的年纪又故去 厚厚的素魂侧上 数不清的轮回都是这个样子 就连平日里 很粗的小燕都不胜唏嘘 她对小九真是铁了心 听话楼说过 幽魂要过 似不得合再入忘川才轮回 这她都能记住小九 凤九看住远处的天空愣神 心中甚是难过 如果说她心中还有什么不圆满 那就是当初迫不得已 连句好听的话都没留给宋玄人 就决绝地跳了下去 叶清提的命他还了 可该如何帮宋玄人不叫他再受轮回之苦呢 本王这辈子子实在是太苦了 和小九在一起的日子是难得的美 可惜又那么的短暂 玄人故去时留言 凤九耳边营绕住宋玄人临终时的话 一滴泪流了下来 如果自己当初听私命的话 那便不会是这样了 帝君看住他的背影 知道小白是伤心了 和凤九有缘分的几个人之中 他最在意的还是宋玄人 多年前妙华敬礼 看过他们两个人的点点滴滴 还为此离家出走过 小白 帝君走到凤九身边 揽过他的肩 看见凤九眼角有泪痕 心疼地道 我们去幽冥寺 凤九闷声道 不是都知道了 还去干嘛 帝君 有一个办法可以帮到他 你之前不是用过 凤九抬头看住帝君 忽然明白帝君的意思 是用自己的影子做个魂魄 头道凡事 凤九柔声道 龙华不吃醋吗 小白开心最重要 我也有一丝魂魄没回来 他们一事圆满 我们的魂魄自然就回来了 凤九开心地把脸像个小狐狸一样 在帝君的胸前蹭来蹭去 小燕对助连颂道 看来冰块脸的确有一套 小九中了他的迷魂术了 连颂 这明明是帝君中了法术 几个人又回到了明司 话楼听了凤九的意思道 影子造个生魂好伴 可他造好 投胎道凡事在长大 宋玄人又过去了 要不就等他的下一世 帝君 不用投胎 生魂注入些小白的血 再给他临时即可 又看了掩丝命道 去平川城的邻国给他个身世 安排好这一切 不过多半天的时辰 凡事一年的时间已经匆匆而过 平川城的初春又是一年的采茶季节 邻国的客商们都迎接到了平川城 等住穆家茶山开采 荀西国白将军的女儿白月希 也为了给父亲准备受礼进了平川城 白月希是老将军九个子女中 唯一的一个女儿 十四岁才从边关接回 老将军和哥哥们对白月希宠爱有加 平日里兄长们都喊怕小九 老将军喜好饮茶 月希听说平川城 沐家茶山有万年的高山古茶林 便在几个哥哥的陪同下入了平川城 隐身的凤九 看住一袭白衣甚是俏丽的月希 在几个哥哥的陪同下 快马向茶山跑去 对身边的私命道 看他有那么多兄长疼爱 我都嫉妒了 帝君一听抱住他道 东华哥哥哥不好吗 小燕就像吞了个核桃 瞪眼道 冰块脸你可真是脸皮厚 你这哥哥年纪也太大了吧 又道 小九 你叫我哥哥正好 帝君手指微微移动 小燕就丢下了云头 如果不是被连凤拉住 脸就摔地上了 气得大骂 帝君笑笑不说话 拉上凤九去追白月希 凤九心情大好 双手搂上帝君的腰撒交道 走不动了 帝君坏笑 动弄他 我也走不动了 要不去茶楼休息 凤九 脚疼 腰疼 都是疼 我爬过去 说笑间 看见前面的白月希和哥哥们 已经追逐逐向山顶爬去 陆清风刚送走几个来看茶林的人 听见童子还有客人 转回身 月希 一袭白色戎装 清丽的脸上挂住明媚的笑容 山峰吹动她的乌发 看向她的心眼里瞬间有星光闪过 慕清风心海中升起涟漪 这个女孩 自己就像等了她鸡生鸡世 两个人凝视了许久 慕清风向她走去 灿烂一笑 慕清风 小九 隐身在一侧的凤九比慕清风还要激动 能弥补多年前的遗憾 心中充满了欢喜 看住帝君的眼神充满了柔情 甜甜喊了声夫君 点起脚亲吻了上去 许久后 已经和连送下了两盘旗的小燕不耐烦地道 老子请个嫁出来看热闹 又不是来守结界的 连送震惊地道 习惯就好 山间清风悠悠 西见水明 远处飘来采茶女的歌声 猜猜卷耳 不应请框 连送震惊地道 习惯就好 山间清风悠悠 西见水明 远处飘来采茶女的歌声 猜猜卷耳 不应请框 天边飘起菊红的影霞 凤九才羞羞地躲在帝君身后出了结界 有时候她真心觉得 自己的夫君就不是简单的脸皮厚 而是她从不想要脸皮这玩意 自己刚才不过是想亲情她 这 小燕看住她二人终于出来了 甩下妻子冲上去喊 小九 老子都快饿死了 你们就不饿吗 帝君 不饿 身体好 凤九想起沐清风的烤红薯 走到前面的茶树下挖了几个出来 几个人吃东西时 凤九和私命 隐身去沐清风的木楼看月曦 沐清风正在给月曦描丹青 白月曦平日礼和哥哥们混在一起习武好动 如今安静地坐在沐清风前就像是玉浮美人图 小哥哥走到月曦前笑道 小九 平日礼办斩茶都坐不住 此时却粘在了椅子上 七哥 错 是封粘住了他 众人笑了起来 月曦向沐清风看过去 两个人的目光又粘在一起 凤九看住沐清风和月曦的神态 对私命道 真好 小殿下心地善良 如今也弥补了遗憾 凤九看住月曦 忽然记起一件事 看向私命 帝君在幽冥寺说他有一些凡事的记忆 你说他那时候 是不是该记得我呀 可 私命 这个还得问帝君 凤九 我去找东华问问 这可是大事 凤九把帝君喊到一边说话 私命笑笑 说不定能看到帝君和小殿下吵架 想想又觉得自己很坏 不过正向三殿下说的 太成功鸟都被虐跑了 看帝君和帝后吵架堪比雷劈 也是有趣的 连宋 私命 他们这是 看看有没有雷 凤九拉帝君的手走远了一些 问道 你在明寺说从凡事回来有记忆 那怎么没记得我 有个模糊的记忆 看不清那女子的容貌 只是觉得很苦 凤九 那就是说 你不知道是我 那你可还有想起他 又道 如果你那时知道是我 会不会去找我 帝君一生还从未有答不上来的话 今次倒觉得不好回答 如果当时知道 是秦秋的小弟姬和自己历情节 她会去吗 帝君抱住凤九撒娇道 我只觉得和小白相见恨晚 如果早知道是你 我会叫你爷爷奶奶早点成亲 术后偷听的小燕喊道 那你应该叫她祖宗早点结婚 帝君 这个更好 小燕对凤九气道 我是出来玩的 就在这破山上喝西北风了 凤九 我们去平川城逛夜集 好吃的好玩的都有 几个人到了城里时 长河上的串串红灯已经亮起 行走在水上的乌棚传情歌悠扬 城队的莲花奇愿灯飘荡在长河之上 小燕到了夜市上欢快起来 几个人一路逛 一路买 凤九见小燕的衣袖里塞了许多女子的东西 低声对帝君道 小燕平日里很粗 对画楼道好 你看都是给画楼买的 帝君听了 撇下嘴 走到小燕身边 指着几个卖东西的摊铺 这些我全要了 小燕 你宫里连条鱼都没有 你有金子吗 帝君 没有 又指了夏连送 她有 好了 今天的剧情就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 了解